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你给我看看这东西,关机多少钱? 这是一块银元呀,已经苹果集入国盒了 公伯,XF45分,26年的北洋龙王 能值多少钱,你对价值不了解,说明这东西不是你的? 这不是前两天,见那个准婆婆,给见面的意 准婆婆给的见面礼,看来是没结婚的 对,没有结婚的,结婚不结婚,这都得要看他们的称义了 我这个人招老公是有标准的 有标准? 对,标准底了,他给我见面都不配 见面都不配? 对,我结婚,他说起来得有钱 有钱,家庭条件必须得好 那你肯定了,我去解完魂,女人招老公解完魂,不是受罪的,去相扶去的 你得由这个挑战让我相扶,对不对? 那是,那不能找太穷的,是吧? 对,你说的对,这是引人下宝 这,他给我拿一块这,那都是姐面礼 不得给个三千五千吗?对不对? 哦,你们那儿,就是第一次见准婆婆 一般都要给见面礼 对 三千五千的 对啊 哦 他这给我一个这破东西,他想回忧我嘞 哦,他咋跟你说嘞? 他给我说嘞,这个东西关职机碗 我的钱,老娘我又不啥 我喜欢说不懂这东西,我不会问吗?对不对? 你说多少就多少啊 确实很聪明啊,知道找我们专业人问 嗯,你这个准婆婆没有骗你 这块银元啊,还真不简单 你要是真是一个普通的北洋龙 你就是几千块钱 一般三四千,四五千 没跑了,也就那价位 那这个呢? 但是这个,刚才就说了 这是二十六年的北洋龙王 北洋龙它分,你看有二十五年的 二十六年的 还有二十九年的 以及三十三年 还有三十四年 其中最多的呢 就是三十四年的北洋龙 但是这个,其中二十六年的 数量最少 在我们行内,它叫龙王 一块能顶普通的 最起码能顶个十个八个的 你那一人说整官之计万吗? 对啊,像这个你要是不想收藏 给我的话 我给你拿个两万块钱 肯定是轻轻松松 你可别骗我啊 没骗你啊 都这一个小小的东西 给我吃两万嘛 对啊 老板,你要觉得整只那些 我都卖给你 别人家吧 我正好缺钱了 我看了一段话 你现在挣笔钱买了 待会我看看了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你刚才说了 这个东西是你准婆婆给你的 是吧 第一次见面在见面里 这个东西呢 你就普通的北洋龙 在人家家里一般都是传家宝 更何况这种龙王 那它的收藏价值更高 还有一个就是 你那个未来婆婆 估计是对你非常满意 所以才送给你这块银元 因为银元的谐音呢 是因缘 就是好因缘的意思 也是对你们这个美好婚姻的祝福吧 你不能说你这刚收到这个就卖了 去买那个什么化妆品 这不太合适吧 他给我聊了都是我了 那是 这你一说 这他甲里面的看来不缺欠 你楚州都那大方 我这卖了之后 我会给他好好享受 笨章结婚去不得了吗 你讲的也非常有道理 但是啊 你刚刚才也说了 这是你未来婆婆给你的 你们两个还没有结婚 我建议啊 这个东西呢 等你结婚以后 你说你想换钱 到时候你再来找我 东西我非常喜欢 但是现在卖啊 确实不合适 真的 那总吧 反正他有钱 我看他化妆品 我该点叫他给我一块去买 对对对 让你对 让你老公给你买也行 种种种 反正我已经知道价格了啊 行 谢谢你老板 好嘞 再见 再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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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